特别就是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但是当真正站在这会场上的时候 还是有点这个无为杂陈吧 真舍不得他走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蓝坛 太需要像一锦莲这样的队员 来做传承 来做激励 对我都看到您这个一一说起 今天这个感受您这个眼睛都泪汪汪的 就不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也是看得出您这个对一锦莲这个感情特别深 然后包括您今天参加这个仪式 也是特别有感触的 那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您第一次遇到一锦莲的时候 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也就是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是进国庆的时候 那时候还叫应该是国庆他算是最小的 跟唐正东那一批是 他是最小的刚去 这个邝路宾指导就告诉我说 找了一个好苗子 这个一锦莲 然后我就当天中午就开车 到了北体大 看他们那个训练 哎呦一看这孩子 真是中国的这个队员中很少见的 当大家都在说一锦莲 现在有天赋多好的时候 实际上一锦莲练球 他时间比较晚 他一开始起步是比较慢的 那么甚至在03年他跟国家队训练 准备04年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亚点奥运会的时候 还有一些争议说这个小伊要不要去 我记得当时尤纳斯这个教练 就是说我一定要让尤纳一锦莲去 他要经历这样一场大赛 因为08他是要为中国队担刚的 他是要给姚明去打配合的 他是要替姚明去先回防的 当时大家都觉得 其实一锦莲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四年之后 一锦莲完全在北京奥运会上 展示了他自己所有的天赋 以及努力的结果 我觉得阿联我们可以用 在我的心里 他首先是一种标准 那么再一个他是一种责任 同时他还是一种启迪 为什么说他是一种标准 就是阿联今天所得的一切 都是他通过刻苦训练 我记得以前阿联这个接球不稳 那么教练就给他用十星球 做各种训练 当时我在队里做翻译 来帮他一块训练 其中有一个科目是拿 十个十星球要扣篮十次 当时阿联一开始只能扣三个 那么后来他很轻松的能完成 这些都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的 也就是教练布置的东西 你要扎点事实去做 所以他在后来看到他 举火烧天扣伊朗 在世界杯 在北京奥运会上 割扣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打腕 他都是苦练得来的 所以苦练这一条标准 是他对年轻队员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大家要去学习的 这样一个榜样标准 第二个呢 我说他是这种责任 当这个易建联 打完零八之后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 这个后起之秀 我们说跟王之志 巴特尔 姚明相比 他还是小弟 现在大家说是叫大哥 但是那时候还就是一个小弟 但是当后来 他也经历过像现在 我们中国南篮 势力过的这些苦处 比如说 这个马尼拉 这个势力 但是他能够把这个责任 担当起来 带领中国南篮 继续前进 那么还有 我觉得他是个启迪 告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什么才是真正的 国际球员的标准 什么才是 中国篮球需要 在世界上 重振雄风 那么需要的这份 责任能力 和那份苦练的付出 我觉得一剑连呢 会永远在我们 中国篮球的历史上 留下他不可磨灭的一笔 徐老师刚才也是 跟我们讲了这个很多 就是咱们球迷 可能不知道 这个一剑连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么您刚才 就是我听您讲完 也是觉得您对一剑连 其实对他总结了三个特点 那么就是一个是努力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启迪 是吧 然后那我觉得这个徐老师 他说的也特别好 那么这个仪式 等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也感谢这个徐老师 今天能给我们 在这个开场之前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 也是能讲到您 这个今天来参加 这个仪式的一个感受 那么也特别感谢徐老师 谢谢徐老师 好 那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静待等一下这个 推移仪式正式开始 广东宏远集团董事长 陈海涛 CBA公司董事长 徐继承 CBA公司总经理 蒋健 Nike大中华区 体育市场副总裁 胡斌 TCL科技集团副总裁 TCL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魏雪 国际蓝联 中国区总经理 方亮 NBA中国副总裁 韩琪 此外 今天到相场了 还有我们的赞助商的朋友们 中国人寿 广发银行 珠江啤酒 大义集团 君乐宝鲁业 德里 利马集团 中 卡业 华丽 华克等赞助商代表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和领导的丽灵 感谢 好了 各位 事不宜时 让我们用最澎湃的情绪 和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 中国国家队队员 CBA总计得分 12781分 荣获本土球员 历史得分王 总计 6159个篮板 荣获CBA历史篮板王 五届CBA常规赛 最有价值球员 三届CBA总决赛 最有价值球员 七届CBA总冠军 CBA历史首位 四货 常规赛 最有价值球员 一剑联 感受到大家的情绪的澎湃 跟热情的掌声了 在这样一个属于篮球运动员的时刻 属于一剑联的篮球运团的时刻 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悟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很多话想说 真的很多话想说 那么多年走过来 我觉得 真的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所有 感谢一路走过来 说我帮助我哥的所有人 好 下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阿联 阿联给大家 来陈述一下自己的心路地上 有请阿联 尊敬的各位领导 嘉宾 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大家 来参加我的退役仪式 坦白说 这个场面 很有可能成为我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因为今天 中国蓝蓝的三大移动长城都在现场 让原本就有些激动的我 心里多了一丝 紧张和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谢谢三位的到来 谢谢 以前我觉得说谢谢很容易也很简单 直到我决定退役 开始认真回忆整个职业生涯 我才发现 谢谢这两个字 有着如此重的分量 它承载了期许 肩负了责任 也兑现了承诺 原来一个人的成长 需要去感谢的实在太多太多 在这里 首先我要感谢中国蓝鞋和中国蓝蓝 感谢国家队的历任教练 队友给予我的支持与鼓励 多年来 在这么多领导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职业篮球才能发展到 如今这样的规模和高度 在我努力想去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时 他们也始终在背后支持我 帮助我 中国蓝蓝 于我而言 一直是最为神圣的名字 每当我穿上国家队战袍 都能感受到强大祖国 给我带来的自豪感 我很庆幸能在这个充满荣耀的团队中 奋战多年 感谢CBA公司 给我和所有职业球员 创造了一个如此绚丽的追梦舞台 我们在这里共同留下很多经典的时刻和拼搏的故事 能跟大家一起奋力拼搏 同场经济 是我的骄傲 接下来我要感谢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从小到大对我的培养 为我走上职业道路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 我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你们一直在背后的贡献 无私的付出 同时我也感谢广东省南协多年来 对我的关爱和照顾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争取不同的机遇 走向更大的舞台 感谢深圳以及深圳市体校 这是我从小生活的美丽家园 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感谢东莞 这座感为人先的篮球之城 这里的人们对篮球的热爱 也深深地感染着我 感谢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感恩我的青春 我的梦想能与你相遇 我的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 很幸运也能在这里结束 一人一成 我也做到了问心无愧 而你也回正给了我七个总冠军 以及无数荣誉 期间还无条件地支出我 勇踏MBA的追梦征程 让我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 这是我生涯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接下来我要衷心感谢那么多可爱的球迷朋友 我在官宣推议的时候写过一段话 最能表达我对你们的心声 从联盟的菜鸟到球队的大哥 无论是巅峰还是低谷 你们都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 陪我度过每个光荣瞬间和至暗时刻 教会我微笑迎接掌声 重庸面对质疑 你们给予我的一切 其实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付出 谢谢你们 在这21年职业生涯里面 还有一群人对我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赞助商以及经济团队 感谢宋庆林基金会 对我篮球工业的全力支持 感谢耐克在我整个职业篮球道路上 一直的无悔相伴 感谢珠江啤酒 君乐宝 德邦快递 中国元寿 中体卡业 立马车业集团 Iainbody 夸克多年来与我的篮球梦想 携手并肩 感谢TCL给予我和新火阵营 青少年篮球事业的鼎力相助 感谢大义集团 与我在未来的公益计划中 同心同行 还有感谢我在中国 还有NBA期间的经济团队 对我的真挚付出 你们的支持 是我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因素 也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热爱和精神 传递给更多的篮球上的追梦者 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所有媒体朋友 你们辛苦了 采访我应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毕竟我是出了名的不爱说话 其实每个声音我都很感谢 关怀和鼓励 能温暖我的内心 给我潜心的动力 而批评和质疑 也让我认清自己 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 时刻提醒我 绝不能半途而废 要更加自律 更加努力 来成就更好的自己 一路走来 还有一些人 我要特别 特别点名感谢的 首先 感谢我最爱的父母 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你们是我人生道路上 最坚定的支持者 不管我巅峰 还是低谷 在你们那里 我永远都是那个 懵懂少年 你们最爱的宝贝儿子 也感谢我的太太和孩子 任何时候 你们都是我 最坚强到底 努力拼搏的动力和意义 还有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所有亲朋好友 感谢你们陪伴 来日方长 未来的路 我们继续结伴同行 感谢我的启蒙教练 戴一行指导 在我12岁 毫无基本功和天赋可言 400米一圈 都跑不下来的时候 你勇敢地选择了我 把我带到 深圳市体校 当时我根本不认为 自己能走上职业篮球 这条道路 只能说 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我是真的热爱篮球 感谢你指引给我的篮球之路 我还要感谢 在广东宏远青年队时 我的教练 张正明指导 你对我的严格要求 让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我 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从而对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底气 这是我篮球生涯中 非常怀念的一段时光 接下来 我要感谢 我上一队之后的第一位教练 李春江指导 我当时报到的第一天晚上 就有比赛 难以置信的是 第一场比赛 你就给了我上场的机会 这一晚对我来说 这是里程碑的一晚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开端 你对我的信任 让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有信心迎难而上 当然还有这些年 执教过我的所有教练 杨忠 张永军 吴姓龙 李群 哈里斯 尤纳斯 郭世强 邓华德 龚鲁明 杜丰 和闽南 你们在我职业生涯中 给了我很多很重要的帮助 感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 广东宏远俱乐部创始人 陈宁先生 广东宏远俱乐部的董事长 陈海涛先生 以及宏远家族的所有成员 正是你们的对篮球的热爱 坚定不移对广东篮球的投入和支持 才有了广东宏远辉煌的十一贯 每一年我待在宏远的时间可能比待在家里的时间都要长 宏远就是我第二个家 你们不仅给了我家的温暖 而且你们对篮球的信念 让我学会了什么叫责任与担当 很庆幸这么多年能与各位结伴同行 我还想感谢一些一路走来与我并肩作战过的队友 杜丰指导 虽然你不在现场 但我还是很感谢你 尤其是对我求风上的肯定 因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阿联 你能不能硬一点 朱芳瑜总经理 虽然你也不在现场 但我知道你一定在看直播 也许你正在开直播 感谢你 从你身上我也学到 无论场上场下 都要做个不好惹的硬汉 大鹏 你知道我有想过 多年之后 当我们都老了 可能连彼此名字都记不清楚了 但我依然还是能记住 你绝杀了斯诺文利亚 这也是我无法复刻的高光时刻 周鹏 作为现场唯一一位现役球员 我希望你能继续努力 多打几年 继续为中国篮球 做更多的贡献 张博 谢谢你的到来 感谢我的老哥 大巴 这么多年 一直都很关系 照顾我 04年我们成为队友 在雅典 并肩作战 无论从囚风 还是外形 我一直都认定 你是个典型的内蒙 硬汉 直到某天 我看了西游 扶摇 你都已经加入了取经的队伍 无法越走越远 让我也开始憧憬退役后 那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感谢我的志哥 我其实从刚开始打球那会儿 就一直在偷学你的梦幻脚步 终于 就在几天前 我觉得我好像领悟到了一点点 我差点就决定 再打一年了 感谢姚主席 久等了 我的感谢顺序 是按照身高来排列的 以前很多人都希望 我能追上你 甚至超过你 21年了 我试过各种方法 用尽各种手段 最终也只是停留在了 两米一三 所以我的大哥 我的良师义友 你的谦逊努力 你的坚定信念 你的领导力 我还记得08年 奥运会第一场球 你引领全队 出场时的那个气质 很迷人 这些都是我所亲辈和学习的地方 也让我懂得 我真正要去追逐的 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寻找自己的路 谢谢你 今天这份是我念过最长的感谢稿 我好像从爱上篮球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在准备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准备了21年 最后 感谢篮球给了我一段 21年 跌宕和美妙的旅程 有热血 有喜悦 有遗憾 有泪水 未来 我依然 并且永远不会离开篮球 因为我压根就离不开它 我会继续努力 做一个好榜样 去感染和帮助无数热爱篮球的孩子 去实现他们的篮球梦想 终于练完了 我的球员生涯也该羡慕 希望你们会记住我 也让我们一起踏上新的旅程 谢谢 谢谢 感谢阿联 阿联说了很多感谢 其实从我们内心 真正想对你说声谢谢 我们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 见到了很多激情澎湃的时刻 我们见到了很多骄傲的场面 自豪的场面 感谢你在职业生涯当中 给我们带来这些美妙的记忆 谢谢 一人一成 广东宏远俱乐部是阿联在CBA 唯一效力的俱乐部 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值得回忆 现在应该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广东宏远集团董事长 陈海刀先生上台至此 有请 感谢阿联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亲朋好友 还有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 球迷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 依然很复杂 在我看来 我不仅仅 是阿联的兄长和朋友 甚至可以说 我们是一家人 这次天来 我回忆不断地从脑海中 跳出来 历历在目 还记得 还记得 二十多年前 当我第一次 在上头 见到阿联的时候 你是穿着一双红色的运动鞋 略想自嫩地站在我面前 我还记得 你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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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剑断了 被队友 扶着 登上那个冠军的 讲台 二十多年 一讲演 就这么过去了 太多的窥疑 太多的故事 有开心 也有泪水 这生年 我经历了宏远 一代又一代的球员 我心里非常清楚 每个运动员 都会有退役的 这一天 但我非常不舍 当阿联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还在想 你是不是在慎重 在考虑考虑 阿联的退役 意味着广东红远队 少了一个 他们的带头大哥 CBA的联赛 甚至中国篮球 少了一面其次 但是 我也理解阿联的决定 二十一年的职业生涯 我看这二年 从刚刚谁打篮球 都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 篮球运动员之一 这期间 他为篮球的事业 贡献了太多 牺牲了太多 我不仅要代表 红远篮球俱乐部 和红远集团 我也作为东莞球迷的 一份子 感谢阿联 做出的卓越贡献 感谢阿联 为红远带来的荣誉 感谢阿联 为东莞这座 篮球城市 带来的精彩 感谢阿联 为广东篮球事业的付出 也感谢阿联 为全国球迷 带来这么多的 欢乐 和激动人心的时刻 7届CBA总冠军 5届CBA常规赛的MVP 3届CBA总决赛的MVP CBA历史本土球员得分王 CBA历史狼板王 两届奥运前八 3届狼狼亚锦赛冠军 NBA首轮六号秀等等 这是阿联所取得的荣誉 但是这些数字 并不足以描述阿联 对于球队 对于广东篮球 甚至是中国篮球的贡献 阿联这21年 所呈现出的 集业精神和态度 是所有篮球运动员的楷模 阿联 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也因为自己 能有幸见证 参与 并陪伴着你 度过这光亏的职业生涯 感到自豪 感谢台下坐在的阿联父母 感谢你们二位 培养出这么优秀的 优秀的儿子 说实话 这么多年 阿联和我 和球队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比你们在一起的时间 还 还多 那个 但是你们呢 二位始终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阿联和球队 你们的付出非常大 一哥一姐 你们辛苦了 感谢广东省体育局和东莞市 阿联成长的路上 你们始终是他坚强的后登 并一直光心和支持 而阿联呢 也用他的努力和奉献 以东莞这座城市 以及广东篮球的发展 相互成就 阿联 在这个新的赛季 我们会在你 战斗过的主场 东莞银行 狼球中心 在那里 我们会为你举行一个 隆重的 球衣 退役仪式 让这座城市 和所有的球米朋友 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更要感谢中国狼协 阿联从一名 脚后 姓少 到成长为 国家队的 领军人物 是因为有了你们的 关怀和栽培 我和阿联 同为狼球的从业者 有幸 生在这个时代 建政 并亲历着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中国体育事业 所取得 取得的 巨大发展 我充心的希望 今天一件年退役了 未来中国狼球 还能涌现出 更多优秀 狼球运动员 为中国狼球事业 做出贡献 众人百分不舍 但其实 我也为阿联 感到开心 阿联 从现在开始 你的人生 翻开了新篇章 你终于 不用再选择明天 是不是该早点起床 要准备训练 你终于 不用再摸着自己 肿痛的膝盖 想着 是不是 该再去 打一针 PRP了 你终于 有了充足的时间 陪伴你的家人 尤其 你两个 可爱宝贝的儿子 你讨厌诉求 现在 你终于 不用因为 比赛殊扰 而生梦气 虽然 你作为 职业 篮球运动员的身份 已经退销 但是 你下半场的比赛 才刚刚开始 最后 充心足愿 安良和家人 健康快乐 幸福美满 祝福 最后的各位 身体健康 万事 优异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陈董的致辞 感谢您对阿联的祝福 我们知道 阿联是从广东出发的 一步一步的脚印 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 让全世界的球迷 认识他 熟悉他 那么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回到广东 给阿联 无限的支持和动力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广东省篮球协会主席 刘鹤军先生 来致辞 有请 尊敬的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姚明同志 尊敬的 易建年先生 以及家人 以及今天 到场的各位领导 嘉宾 媒体朋友们 球迷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 我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 来到这里 与大家一同见证 易建年先生的退役仪式 曾经我们所熟悉的阿联 是那个当年从深圳街头 去到深圳体校 戳出茅庐的一个篮球 一个少年 也是那个 在十五六岁 就穿着 身披这个广东的战袍 去征战西威的联赛 也是那个 在广东 第一个篮球运动员 去登陆 NB职业联赛的第一人 同样更是 在为我国征战 奥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等多项 重要国际比赛 赛事的国家队的 起到一个顶梁柱 作为一名 男球运动员 阿联始终 保持自律 谦虚 上进 苛苦的态度 时刻保持 良好的 竞技状况 和精神面貌 作为一名 作为一名 广东的球员 阿联始终 坚持 努力 拼搏 奋进 激励年轻的后辈 为俱乐部争取的 为俱乐部和我省 争取了无数的光辉荣耀 作为一名国家队的队员 阿联始终 把责任和担张 扛在肩上 始终 将国家荣誉 奉为至上 在这二十多年的 职业生涯里 有奋斗 有辛酸 有艰辛 有光荣 阿联用努力 汗水 血水 泪水 他的态度 证明了自己 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 和尊重 这些经历 让阿联不再 仅仅是一名 篮球运动员 他的经历和精神 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 更是一代青少年 学习的目标和板压 阿联 为俱乐部 为广东篮球 以及中国篮球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广大球迷 留下了 无数珍贵的 回忆 对阿联 做出 退役的决定 我们给予充分的理解 和尊重 但更多的是 对阿联 离开职业 赛场的 一种不舍 但我相信 正如阿联知识所说 告别 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祝愿阿联 在新的人生 旅途中 继续演绎 属于你自己的 精彩人生 我就发现完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刘克军先生的 精彩致辞 以及祝福 我们确实对阿联的 推议呢 还是依依不舍 但阿联自己也说 他不会离开篮球 因为 他刚才演讲的时候 也说 他离不开篮球 那么刚才呢 阿联在 跟大家分享 他的职业旅程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他跟姚明 并肩作战 当时呢 大家都记得 那样的经典的场面 他说 姚明作为 全队的领军人物 带领出场的 那一瞬间 第一场比赛 是那么的美妙 下面就让我们 有请 阿联的队友 也是阿联的好兄弟 中国篮球协会 主席姚明先生 上台至此 有请 各位篮球的爱好者 各位阿联的支持者 今天下午好 这个发言稿改了又改 不知道怎样去阐述一个最真实的阿联 先用一组数字吧 我觉得数字不会说谎 21年的篮球生涯 16年的国家队生涯 四交运会 一次棋手 三次世界杯 或者叫世界锦标赛 三次亚洲杯 一次亚运会 曾经有49人和你做过国家队队友 这些数字背后都是丰富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和阿联 共同建立的情感联系 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珍贵记忆 而且我想今天我们所有人到这儿 就是为了共同纪念 这一段伟大的里程 这一段珍贵的记忆 一段数字告一段落了 我相信更加多的数字 更加多的道路在你面前展开 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后呢 去好好做自己下一次的选择 好 作为蓝鞋主席呢 我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作为个人说一点 我第一次听说阿联是在2003年的亚锦赛的时候 2003年亚锦赛 我们那时候备战在哈尔滨 在健身房里练力量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要练下蹲 张永军指导跟我说 你听说那个叫易建联的吗 我说我好像听说过 张导那孩子怎么样啊 身体素质特别好 也特别努力 将来也有机会超过你 再给我加20公斤-0 第二年 04年 阿联就进二六关队 我们在训练营里第一次碰到 在达斯 是吧 多少就有些风尖队漫盲了 一直到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故事是 到了雅典奥运村里 我们在等车的时候 我看到阿联在听音乐 那时候刚刚有苹果的iPod出来 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可能还不太活力玩 说阿联你借我听一下吧 阿联就给我听了一下 然后那首歌叫 下一站天后 我 我说阿联这东西怎么下载啊 他回了我一眼神说 这是广东话哦 这广东歌哦 你听不懂的 经过了那么多的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也听过了很多的 下一个某某某 但最终阿联成为了真正的他自己 最真实的自己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 下一代篮球运动员会走的路 最终没有一个人会成为下一个谁 最终都会成为最真实的自己 再次祝贺你阿联 祝贺你这段伟大的旅程 谢谢 好 感谢姚明 请姚主席留步 姚主席请留步 对 您还带了礼物来了 对 您别忘了 来 我们又请阿联 今天的姚明主席也特意带了一份 非常有珍贵意义的礼物送给阿联 让我们有两位一起在台上揭晓 我们请姚主席来介绍一下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里程的集锦 这里边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阿联的一个瞬间 也许我们看到的表面是他的这张照片上发生的事情 但真正运动员内心的世界 只有由阿联自己去诉说了 是吗 好 我看到里边有所有的阿联职业生涯 所有时刻的集锦都融合在这里 这也确实像姚明刚才说的 大家的所有的这样的记忆 集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里程 感谢 感谢两位 好 请两位留步 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礼物带为珍藏 来 有请 今天这个时刻呢 是对中国篮球来讲 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四大传奇中风 同场亮相 下面让我们有请巴特 有请王志志 有请 移动长城 在现在我们的眼前 咱们是按年龄啊 还是按身高啊 看来是按身高是吧 好 是 那个昨天跟阿联 对了很细的流程 我们俩对到昨天半夜快两点多 然后阿联对每个细节 包括几位大哥 怎么去讲 都特别特别的细致 他最后跟我说呢 我们俩最后商定 还是按照年龄来发言 是吧 年龄发言 那首先是巴哥了 巴哥作为老大哥 移动长城的老大哥 来给阿联送上祝福 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也是前几天听说 我们兄弟要退役 说实话 这个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 我一种感受就是 他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就那时候还很小 很青涩 然后我就想起很多事 话也不多 当时这个每天就是出了训练 就是训练 当然到现在 刚才我看阿联讲了十几分钟的 感言 我觉得他这一辈子 可能再也不会讲这么多话了 首先阿联就非常让我们敬佩 他从小就这样 纯真 厚道 朴实 而又坚毅 所以我能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我兄弟能够 共同在这个篮球 这个事业上 能够一续做过这么多年 当然 我唯一的遗憾 我的职业的唯一的遗憾 就没拿过总冠军 当然这个事 大部分应该都怪海哥 怪广东 有些个阿联 还有个猪八都没来 所以说 我这个遗憾 职业遗憾 就没拿过CBA冠军 当然 我今天不说这些了 祝福阿联 新的开始 好好享受生活 好不好 加油兄弟 因为我昨天呢 跟大智一个飞机来了 大智跟我分享了 八哥的这个细节 他得到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给哥几个打电话 说咱们穿什么 今天这么重要的仪式 大智说 大哥您说穿什么 咱就穿什么 咱们西装 衬衫 不打领带 行不行 大智说 行 是吧 所以今天都是西装衬衫 你们俩没打领带 所以大家对这个时刻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的年龄现在是大致来 来送上祝福 其实我跟阿联一块打球的时间 应该是我们这几年 是最长的了 对吧 因为我们从06年 一直打到13年 所以说他的每一次训练的努力 每一次对篮球的执着 也是深深地在感染着我 包括他每次训练 比赛之前都是第一个到球场 第一个去做准备活动 包括每次的力量性训练 所以说他一路确实很不容易 然后我们也见证了他一点一点的成长 包括他去门毕业 后来回来以后 所以每次我都跟他交流 我觉得我说作为一个劳队员 对吧 你会碰到任何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我碰到的那些问题 他后来也都碰到了一遍 所以做点好玩的吧 其实我们运动员都有退役的时候 对吧 我也希望一年连这是他其中的一战 后边还有更精彩的下半场 对吧 所以我说 我们作为一个老兵 对吧 我们也是 现在看中国篮球这么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行啊 虽然我们病危霜 但是我们还想西北望 射天狼 对吧 有机会我们也为下节奥运会继续服务 继续征战 高主席 是吧 昨天呢 阿联跟大致我们一块吃饭 然后大致说 我每天都保持运动 明天早上我要练什么 然后阿联说 咱哥俩一起 我陪你 明天怎么怎么练 我也想 这明天是退役是吗 明天是总决赛 是吧 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 那么二年龄排序 现在来到姚明主席身边 刚才呢 作为蓝鞋主席 作为并肩作战的兄弟 都讲了很多 现在这个移动长城 就在大家眼前 用这样的一个身份 还有什么话 跟阿联来分享一下 移动长城 是唯一块一块砖堆起来的 这个其实砖和高度没关系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是可以是成为这样一块砖 借大致那句话吧 篮球的运动也实际上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很多篮球 视野还得进下去 我看下面坐的各位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活成像军长啊 像戴智岛这样的样子 那我们就很满足 也祝愿阿联向这条路走下去 好 感谢姚明 移动长城是有一块砖 一块砖雷起来的 并不在于它的高度 而在于它坚固扎实 感谢大家 最后由阿联来收尾 年龄了你来收尾 刚才也说了 大家对我们当时的传奇时刻 对我们中国篮球历史上 最高光的时刻 都有着美妙的记忆 那么对未来对年轻的后辈 对后浪们 应该阿联是给我们一些寄予 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就很久没有感觉这么 自己这么年轻过 你知道吗 站在这里 回想到以前钢筋队 钢筋挂队的那时候的我 首先我真的是很感谢 这三位老大哥 很幸运 我真的很幸运 因为在我整个职业生涯里面 能把这三位大哥都遇到 都能跟他们成为队友 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因为整个职业生涯走过来 就是说 就像我说的 决定退役的时候 都在回想 整个21年 所遇到的人 就是遇到队友 遇到的教练 包括奥运会 包括08年在家门口的奥运会 这些事情 这些片刻都是 很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自己在老一辈球员身上 能够感受到 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也是我整个职业生涯里面 甚至是后面 都是一种 给我一个坚定的信念 想起说 中国兰兰的四个字 从来没有变过 以前没变 现在没变 以后也没变 我们都希望 中国兰兰变得更好 我们都是中国兰兰的一分子 所以 光辉过 我们也遇到低谷 但对我来说 我依然坚信 依然相信 这是中国兰兰 我们未来一定会 走出这样的地谷 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年轻 有目标 要努力 我们还是 能够承载着 老前辈的一种精神 能够展望未来 谢谢 好 感谢阿联 我们的信念 始终没有动摇过 我们的年轻的球员 要沿着前辈的足迹 然后继续努力 下面就让我们留下 这值得纪念的 历史的时刻 让我们来合影留念 一栋长城 好 好 感谢 感谢几位 请几位台下做做 感谢 感谢 今天这个时刻 是大家真的非常期待的 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南兰 遇到了一些挫折跟压力 我们需要砥砺前行 我们更需要聚气 我们要有一个气势 要有一个信心 我们在这个时刻 阿联退役的仪式上 我们四大传奇中风 同场亮相 我们这样的传奇人物 来到大家面前 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信心 要给大家聚气 让大家充满希望 未来能够再创辉煌 那么刚才 我们四位传奇球员 都分享了自己的心灵感悟 作为中国篮球 长久以来的合作伙伴 Nike始终扮演着 国家队第六人的角色 我们今天的主角 阿联和Nike 就像一对相互支持老朋友 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同时 阿联也是Nike 和中国篮球携手 共进三十年的岁月里 最具代表性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 Nike大中华区体育市场 听到吗 可以吗 遗憾 遗憾太多 遗憾 输得没想没想到 8月29日深夜 个人社交媒体宣布退役 结束21年职业生涯 16岁开始 CDA职业生涯 从轻松上年 逐步成长为 联赛旗帜人物 队里缺高级 对你缺高级 要幸运 一个 就是你喜欢了 你选择他了 就等于是 就应该放手去做 就应该放手 所有的球队 朋友们 今天在运营赛现场 诞生了CB联赛 第二位 万分新赏 一剑 万分新赏 一个 自己身崖的一部分 都大概提前了 差不多三个小时 就到球场了 自己的脚踝 买到了脚 这个对广播队来说 是 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可能是本场比赛 最大的一个变数了 这个特别时刻 这个特别的一年 这一切都 一切都 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价值 不管是哪一场比赛 每次穿上去 就是一种 自身的一个 整感 容易感 就是在身上 穿上的时候 应该你会觉得 这一点意识会 很重 从雅典到李约 易建连四次 身批国家队战袍 出征奥运会 2015年 长沙亚锦赛 姚明 王志志 都已经从国家队退役 易建连正式接过了 中国男篮领袖的旗帜 不仅让歌唱祖国 响彻球馆 也留下了他 飞扣巴赫拉米的 经典瞬间 谢幕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感谢当年的那位 九号新秀 二十一年的坚守 初心未改 所有人都说 我们路很长 但说真的 一段路一晃一晃 很快就过去了 也说过 这不是出成绩的时候 但我们确实要 做很多改变 特别一些年轻球员 我觉得要放平心态 要接受一些批评 接受一些严厉的要求 全力以赴的状态 去拼的话 才要去赢的机会 简单点嘛 篮球就是篮球 打比赛打好 那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最核心的东西 一只偶遇吧 甚至夏天都会搞很多一些三天就在的 就通过那一次 然后一个身体教育的一教练发现了我 对你去高歌 要幸运吧 我这穿上瓜队球衣那一下就是一个人 我这穿上瓜队球衣那一下就是一个人 很快就过去了 一个神碑吧 一个点 一个时刻 一个 一个脚印 分享的片刻 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 仿佛又毁掉那 是一个人 遗憾太多了 遗憾 所有的每一场比赛都是遗憾 好 时光的河如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腰海之中 有一个 凤凰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几度花开花落 有时快乐 有时落寞 很欣慰 生命 某段时刻 曾一起度过 做哥哥的 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了 现在就看兄弟们你的了 很幸运 因为热爱我选择篮球 因为坚持篮球选择了我 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 它从来不会放弃 照耀着我们心惊 还痛不经过这里 那只是迷雾的山林 走完藏老的石球 感到潮湿的味道 现在换上来 11号一剑连 看头顶道里的人们 还丰富过野树 吹散一路的风筝 也一直在舍 out 一剑连 有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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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阿联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在一起 也是聊很多冠军篮球方面的内容 今天这不是一个终点 我觉得是一个起点 而且像大家说的 是新的篇章的开始 但是此时此刻 我们利用这个时刻 又想跟你聊一聊 你的篮球的这段旅程 值得纪念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伟大的历程 我们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 因为这个问题 我可能有很多次想问你 但是都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场合 是什么时候 你爱上篮球这个项目的 就某一个瞬间 就是真正爱上这个篮球这个项目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心中笃定 这就是我一生要执着追求的事业 篮球就是我执着追求的事业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要想起某个瞬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整个职业生涯 对篮球有着一种 越来越爱的一种感觉 就是从刚开始 从大志导把我带进体校开始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进体校以后 在一个年底 CBA联赛的时候 大志导带着我几个小球员 去到东莞红园的主场 看了一场第一次看现场的职业比赛 我当时在观众席上看着下面 当时像朱芳宇啊杜峰 李群这几个宏远的老一辈球员 在上面比赛的那个感觉 给我感觉到 从那时候开始 我想打职业联赛 我想向他们上去打比赛 然后第二年 2000年的时候 我在体校里面 第一次关注到奥运会 在悉尼 当时 这个八哥 邀主席 几位大哥都在 那时候 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奥运会 一个国家的一个 呈现在脑海里面 慢慢地会想 希望有一天 除了打职业比赛 是不是也能 披上国家队的比赛服务 能挣在奥运会 慢慢地经过不同的经历 不同时间 然后这种沉淀 对篮球的热爱 或是目标 或是这种想法越来越多 那么自己的动力 也就慢慢地越来越大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 你的篮球生涯的起点 因为我跟阿联也聊过很多 他一直在跟我强调 是从小在深圳生活 在深圳成长 然后在深圳 他真正结实篮球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想问 就是从小的生活环境 深圳这座城市 给予你的支持 方方面的能量的这种给予 对你代表着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感悟吗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父母来到深圳生活 首先 深圳是一个 大家都生活在深圳都知道 其实深圳 可能觉得本地人是很少的 你来深圳都会问 你在哪里啊 哪里过来 来深圳多久 是一个来自四面八方 很多人来够聚集的一个 非常新的发展的一个城市 从八十年代到至今 也看到深圳一个 这三十多年飞跃的发展 给我感觉深圳从小 就是一个 全是小时候生活记忆的一些片段 包括读书 包括小时候这样的生活 坐公交 有时候自己坐公交 去爸妈的上班的地方 去找他们 很多很多这种小时候的回忆 到现在回去深圳 家住在深圳 还是一种 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过的感觉 对 我觉得阿联是一个特别重情感 重情义的人 他只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那么东莞 因为广东队在东莞 你也在这里 刚才我们说创造了CBA 很多的辉煌时刻跟历史记录 东莞这座篮球城市 它是一种篮球精神 然后呢 刚才陈东也说了 在这里呢 有很多一直支持你的这些球迷 那么在你的职业生涯 都是一人一成 在广东队 然后来实现了你的职业的梦想 对于中莞这座城市的篮球精神 你有什么样的感悟吗 刚刚说了戴智岛 从99年年底 带着我们几个体校的小学员 坐车到东莞 那是我第一次去东莞 去看现场比赛 那场比赛是全场都坐满 那是我第一次赶到东莞 那么多人喜欢看篮球 到第一次上队伍 2002年的年底 因为我当时去打国庆比赛 说我报到的比较晚 我第一天报到 然后就跟着队伍报名了 跟着热身 直到第四节 刚开始没多久 你直到就把我叫上场 上场的那一下 突然听见全场的掌声 那是我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一个刚上队之前 一个最年轻的一个小菜鸟 因为你认为他们可能不认识你 然后还跟你认为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会太认识我 什么样 但我一上场的时候 感受到他们的那股掌声 那股对我的一个欢迎啊 对我的那种喜爱的一种表现 其实当时也是很慌的 因为第一次打职业比赛 跟队伍我也没有训练 什么都没有 就上场比赛了 其实我上去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东莞这座城市的球迷特别热情 我也是二十多年解说篮球 我们来报道 邦时跟徐老师 张晓平知道 到广东公园的主场来解说 有时候呢 在边上餐厅吃饭 吃完之后立刻要去解说 然后准备起来结账的时候 然后老板说 那边那个球迷已经跟你们结了 我说这太好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 特别热情 特别热情对于我们 所以我感觉到这里的球迷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篮球 支持你们 我觉得从城市 从老百姓 球迷 自从你在生活 开始生活在东关以后 其实你整个话题 好像就离不开篮球 所有球迷就离不开宏远 然后离不开我们每个球员 从市里上面的领导 到下面的球迷 各个方面 赞助商也好 或者是亲朋好友 每天都在聊这个话题 对 已经是好像离不开生活的一部分 对 就像刚才阿联自己说的 他有一句特别真实的独白 他说 我不会离开篮球 因为我也离不开他 那句话说的确实 让我感到热泪盈眶 我觉得这就是 你在这里感受到这种篮球精神 咱们这么多年 聊了很多你职业生涯的辉煌的时刻 特别是在打德国队 那个中距离投篮 咱们聊了很多当时的情景 故事 包括你在场上那种执行 我还是想在这个时间 跟你再分享一下 你记忆当中最 最难以忘记 然后此时时刻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你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是什么 经典时刻 和哪些 还跟我们再回忆一下 太多了是吧 太多了 最兴奋 最兴奋 04年压底奥运会 第一年进国阿队 而且整个球队里面我是最年轻的 队里都是像 姚主席啊 那时候大巴 包括李南 在小一点都刘伟啊 朱芳与杜峰这种 包括那时候 我还是跟着张金松一个房间 第一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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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斯让我去打首发 兴奋到紧张 紧张到 整个手都是汗 投出去 第一个球就已经拖了三不三了 手上全是汗 滑了 已经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球那么容易滑 在我手上好像就拿不住一样 那种 包括 当时 进到奥运村 开牧师 跟着后面我们整个中国代表团进场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 就像给 祖国给我们的那种自豪感 那种荣誉感 是我 其实回顾整个职业生涯 那一年 那个奥运会 那个片段 那些画面 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 回顾起来是最容易去想起的 确实 因为我在场边说了 阿里很多职业生涯的经典时刻 当时他说是雅典的首战 然后08年 打德国队 四十五度 那个关键的跳投 还有在 11年 当时 姚明也 当时也解说了 当时那个亚浅赛 你在约旦那个抢 那关键的前场篮门球 然后造成篮下犯规 投进 然后我们击败约旦 才去了伦敦 然后再加上15年 冲回亚洲之巅 你 飞扣巴赫拉米 我就在场边 当时我那个喊的 连的耳脉都掉了 在场边 跳着那个 那都是太经典的时刻了 当然我们也记得 在 120伦敦奥运会 和16年李约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大赛上 就是想赢球的压力 就越来越大 我也记得 在16年的时候 你在李约的那段 心里的独白 然后咱俩昨天 也从一块看了 还有在2019年的时候 打完尼日利亚那场比赛 然后你在场边 接受采访 我想想 此时这个 这一段旅程 到此时此刻 这种感悟能不能给我们 未来的年轻球球员 包括未来的中国篮球 一些希望和助力 其实回顾整个生涯 我的经历的挫败 还是不少的 那么自己走过来 从09年 我们兵拜家门口 13年又兵拜马尼拉 到19年 我觉得 每一次的这种挫败 给我感觉 我觉得都是我一个 需要去经历 需要去成长 而离不开的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 平时跟很多 其他行业 可能朋友啊 老前辈 老长辈聊天 其实各个行业 都会遇到挫败 包括很多 企业家 怎么样都好 我们要 正视这种挫败 需要让它转化为 自己一种 努力的一个动力 而不是说 不要因为一些失败 而去 产生了自己一个 心理的一个 变化 因为 像说中国 蓝蓝 始终是我们的 中国蓝蓝 我们永远都是 中国蓝蓝的一份子 我们都希望 未来年轻一代 能够 继续努力 更加努力 能够带领中国蓝蓝 去走出这个低谷 好 希望我们未来的年轻球员 能够在 像阿联这样的老大哥 给予一些借鉴之后 能够砥砌前行 能够重塑中国 篮球的辉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一路走来 这么多年 有很多帮助和支持你的人 此时此刻 能不能再跟他们说些什么 还是非常感谢 从 父母 家人 朋友 教练 队友 包括赞助商 合作伙伴 经济团队 还有 最重要的 全国的所有 球迷朋友 还有 各方的媒体朋友 每个人对我都帮助都很大 我觉得一路走来 人是离不开 任人之间是离不开 相互的帮助 一路走来 不管是我低谷也好 我在 营球的时候也好 我们永远 都让我感觉我们永远都是在一起 我们永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梦想 非常感谢 我也是希望能够在 未来 从今年开始能够在职业场外做更多的贡献 希望能够为喜欢篮球者年轻一代年轻的小朋友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伸批中国两个字的战袍为国争战 那就是说未来的打算有什么给我们能介绍一下吗 就是除了主要是青少年培训这方面 清训方面 这是你未来的打算吗 是的 因为从那时候2010-2011年那时候我跟我的伙伴一起创办了新火阵营 这个青少年的篮球培训 然后慢慢发展成一个做青少年的赛事 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青少年去做篮球事业 希望 因为我知道其实每个篮球运动员 其实生活推下来都离不开篮球 然后我们都希望在自己领域上去做 未来做更多的贡献 坦白讲就是帮助更多的喜欢篮球的青少年 最近其实在想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能够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比赛参与训练 我们希望他去感想 去只要自己喜欢 我觉得打职业的条件 我觉得只要喜欢就够了 我没有任何的身高限制 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发育啊 先天条件啊怎么样 我觉得最终最终都是取决于你喜不喜欢篮球 因为像几位老大哥像我一样 像在座几个推移球员一样 对篮球的喜欢就是一种 能够喜欢到让自己遍体鳞伤 喜欢到让自己遍体鳞伤 对因为你只有你这样喜欢才能去坚持 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最后一刻 身体各个方面都已经 出现伤病 已经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才选择退役 是吧张伯 最后又落了张伯 对我觉得其实慢慢我觉得 纵观其实其他篮球强大的国家 我们走遍所有的全世界很多国家去比赛去感受他们篮球 其实我最终最终感受的他们真的是喜欢篮球 他们愿意为篮球 付出 然后呢有自己梦想 都希望只要喜欢都像 他们国家的球星一样能够打上职业 我觉得有这样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一个 能够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行业上 继续做贡献的一种动力 感谢阿联也希望你在未来的青少年的培训方面能够做更多的努力 我有一个感悟啊 因为这两天跟大志跟你聊的特别多 我觉得你们四个传奇球员真的可以办个特训班 把那个绝活延续下去 因为早上跟大志还聊呢 你那个梦幻脚步 阿联现在学的像不像样 但是他马上要 他已经退役了 你可以弄一个梦幻脚步培训班 然后八哥的那个转身 第一位那个转身 那个快速的转身 那个绝活 也可以交交 办个特训班 特训营 是吧 然后让这些 包括阿联的这个后仰跳投 行引肩 包括姚主席的全面勾手 然后拦下第一位的这个技术 真的 我觉得可以办一办 让大家来学一下 让我们老前辈的手艺不要失传 是吧 我这是最大的感悟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那么非常感谢 今天的阿联的退役仪式 他可能就像巴特说的 他说了可能 多少年没都说过这么多话 在退役仪式上 在一个属于篮球运园的时刻 即将结束的这个时段 他跟大家分享了 他整个的心路历程 特别感谢阿联 这个不是终点 是一个起点 你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我们希望你未来的比赛新篇章 能够越来越精彩 感谢阿联 谢谢 谢谢 好的各位 还是请阿联留步 下面就到了我们合影留念的环节了 我们今天所有道场的嘉宾 我们都留下这值得记忆念的瞬间 首先 首先 请不吝点赞明 如果大家伤心 上越来越青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